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鱼醉》 长书新原著 光合积木之作 起点中文网 喜马拉雅 联合荣誉出品 第215集 治安支队的王冲生和尹南飞相交不错 俩人在小声嘀咕着 确定着下一步的审讯方案 楼宇辰和郭峰是从小的玩伴 又在孤儿院一起长大 关系能铁什么程度那是不言而喻的 郭峰已经交代了 不过这个人是抵赖不过才交代的 至于去下 看样子傻瓜也应该知道 丢失物品的重要性 轻易不会交代出来的 案子到这个份上就得挤了 挤牙膏那样 往外挤 许初 以南飞坐直了身子 王冲生扭头的时候 看到了许平秋和民航公安分局的 刘涛局长夺步而来 刘局这回算是说了一口气 好歹下落快出来了 他招待中卫同行很是殷勤 许平秋直直审讯室 怎么样 还没开始 这家伙白白浪费了我们十几个小时的时间 真想不到啊 线索就在他那简单的履历里 许平秋笑了笑 不过没有发表意见 之所以错过 恐怕是大家太重视了 反而忽略了这种细节 这一点是众人无法释怀的 许是太过相信天网信息的缘故吧 其实要稍多一个心眼 把儿童福利院查访 这个谜啊 恐怕连派出所的片尽都难不住 偏偏事发紧急 又期于寻找失误的下落 一直主演于与RX竞争的公司去摸底 反而出现灯下黑了 许平秋透过猫眼看看嫌疑人 他又笑了笑 这个笑像是自嘲 在于罪拒绝进去特勤编制时 他以为这个人已经废了 那样的条件不去干特勤 实在想不出 他这浑身毛病怎么可能在警队待下 谁知道 在以协警为主的杂牌队伍里 他又脱颖而出 今天连挖两个嫌疑人 让本案参战的大部分精英 都无地自容了 这好人 好像生来就为了给人添赌一样 谁也不担心 不过这次许平秋觉得刺激一下 这些平时眼高于鼎的精英们也好 打个赌 这个人你们审不下来 许平秋看到嫌疑人那种冷静和身闻 有一种很不祥的预感 回眼看时 看到了尹南飞 王冲生很不服气的眼神 都是基层一步一步打拼上来的 最受不得这种刺激 许初 给我半个小时时间 我撬开他的嘴 好啊 再加半个小时 把南飞也算上 要能撬开 我给你们请功 这下刺激大了 许平秋刚刚背着手 那俩已经进去了 不商量审讯方案 刘涛局长有点不明 所以 许初 您的意思是 这俩抓人还成啊 审讯他们可不行 审的是人 讯的是心 能吃透审讯艺术的 咱们这拨人里 道行最深的是马丘陵 他们可不懂 许平秋白白手 意思是这两员汉将也就这样 没啥看的 这话听得 关心结果的刘涛局长 不知道是该走还是该留 想了想 他还是留了下来 就在门口等着结果 因为这个案子 都几天没睡好 别说我了 上厅外事处的李处长 还在办公室 哀声谈气等消息呢 里面的审讯开始了 先是眼光的 荔色和杀气 一位特警的外勤组长 一位刑警副队长 两个人一动不动地 盯着楼宇辰 丝毫不觉得 这个孤儿的身世 有什么可怜之处 就那么盯着 死死地盯着 似乎要从这个脸色苍白 身体并不强壮的 嫌疑人身上 找出一点说谎的端倪 这个传说中的恐怖地方 其实对于心理的压力 要大于对身体的刺激 一般情况下 标准的水泥方格子建筑 密不透风 温度调适在摄氏5度以下 灯光会很昏暗 预审员的脸上 不会有任何表情 出来乍到的嫌疑人 进门就会被这样 阴森和恐怖的环境 给吓住 低温造成的寒意 会形成一个心理上的错觉 当你面对着面无表情 进来的预审员时 会冷生生地站立 野南飞感觉 火候差不多了 海头 欧宇晨 我再问你一次 机场取走行李的 那个同伙是谁 我都交代了不是 我不认识他 老板在京城机场 送我的时候 告诉我下期有人接机票 直接给他就行了 描述一下他的相吗 高个 有一米西八 差不多一米八零了 什么头发 没看清 他戴着一个 草边的牛仔帽 很个性 那就是接应我的暗号 我出重桥 就把机票给他了 后来按计划 从地青口敲敲敲出了机场 之后的事情 我就不知道了 当天 银行卡里 就收到了老板给的十万块钱 娄宇晨吐字清楚 鱼不打结 砰 经堂一拍 尹南飞活了 他已经被这个谎言 耽误了十个小时 你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 这份上还编 你继续编 给他看看 尹南飞一仰头 审讯员背后的屏幕 输送出信号来了 另一审讯室 搭了着脑袋的郭峰 正黯然地说着什么 镜头一闪而过 关掉了 你继续编 你以为警察都是傻瓜是不是 行虎 老师交代你犯的罪行 我们对你的情况 已经掌握得差不多了 主动说出来 对你只会有好处 抵赖是抵赖不过去的 他已经在交代了 你想替谁扛着 知道偷走东西的价值吗 知道最重的盗窃罪有多重吗 尹南飞训斥着 飘汉派 温柔不是他的专长 慢慢地 嫌疑人的脸色开始变化了 王冲生却是看出异样来了 桌子下的脚轻轻动了动同伴 尹南飞一皱眉头 也发现不对了 坦然而对的楼宇辰 此时像中了鞋一样 苍白的脸 遇着一种病态的红润 他脸上的表情痛苦地变化着 不一会儿 逗大的汗力滚滚而下 他慢慢尾顿在审讯椅上 难难地说着什么 尹南飞怕嫌疑人有诈 跑上来 隔着很近的距离 看着 听着 是我 不是放 不是放开 是我 你们放了 好啊 东西的下落呢 告诉我下落 我就放了 我不知道 我 我知道 我知道 楼宇辰伸着手 像是在祈求援助 不过尹组长冷冷地看着 充满绿色的眼光中 没有一丝怜悯 咕咚一下 楼宇辰重重地向前扑倒 压折了隔板 尹南飞向后退了一步 他看到了嫌疑人痛苦地静挛着 口吐白目 眼睛翻白 这时候 王冲生才急了 拉开门叫着来人 摁响了应急信号灯 医护 叫医护 踢踢踏踏 奔来了民航分局几名警察 不一会儿 等助手的医护到位时 嫌疑人已经卷曲成了 一个奇怪的形状 医护探着呼吸 打了一针强心 同时叫着担架 担架 他担架来 看我干什么 大高个的尹南飞 发现同行的眼神都不对了 像是在责怪他 其实审讯中 用点手段都能理解 坐监犯科的嫌疑人 哪个是擅茬啊 可是把人整成这样 就不对了 偏偏尹南飞自认 没怎么样 老子一根手指头都没动他 全程监控着呢 出了事我负责 等等 医生 到底什么毛病 你得说清楚啊 癫痫 俗称阳高峰 人不能太激动 没事 缓一会儿就过去了 先送到看护室 医护把嫌疑人 抬上担架 手忙脚乱地 指挥着看护室 这是重要案件的嫌疑人 可把值班的警察们 忙得一头大汗 刘涛闻讯赶到时 听到嫌疑人 已经睁开了眼睛 好不容易才缓过这口气 好像发癫痫的是他一般 也把他急得出了一身冷汗 审讯事理可不像那么回事 尹南非看了王冲生一眼 这杨高峰发了个真是时候 这样都行 什么行啊 当然是躲过审讯了 王冲生抹了一把汗 笑了笑 哎呀 算了 民航分局是主 咱们都是客 前台词不深 毕竟不是你特警的地头 出了事谁也包不住 更何况是这种省厅 也在关注的案子 己方会审 不可能让你胡来 两人都有点丧气 不过几乎又在同一时间 惊醒过来 两人一样的对视了一眼 心意相通了 对了 刚才处处一眼 都知道是要下来 多人小说剧 鱼醉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为你开心的收听 请听下集